我們遇到這樣子的情形的時候 怎麼跟他們建議 就是被壓迫的那一方怎麼建議 通常來到我身邊的個案 我都講一句話 你們是沒有時間的 被壓迫的人在那個環境裡面 他的時間是停滯的 是零 他是永遠在那個地方壓迫的 24小時都在那個裡面壓迫 所以他必須要創造出空間 什麼是空間 趕快搬 當然他會講很多理由 我不能搬了 我現在搬家裡 我老公會怎麼 我兒子怎麼會怎麼處理 我說你要告訴你自己 當你都快活不下去的時候 你只有轉換一個空間 才有可能讓你的時間產生意義 不然你在那個空間裡面的時間 是沒有意義的 可是就不曉得他有沒有求救 這是我們今天要呼籲的一件事情是 不管你有沒有求救 先離開那個空間 在那個空間你是無法